真信者案是一個由草率的調查跟證據保全程序 刑求再加上法官編故事三個因素所構成的死刑判決 他跟江國慶案以及台灣司法上其他的冤錯案的判決模式是一樣的 跟江國慶案不同的地方是 江國慶是發生在軍法系統裡頭不是普通司法系統 更重要的是江國慶案因為因緣際會的緣故 他背後的事實真相有機會被這個社會大眾所認知 因此在社會共同的聲援之下扭轉了這個判決得到平凡 鄭信哲是一個邊緣人 他的故事並沒有得到社會同樣的注視 因此他是被孤立起來的 接觸到這個案件的朋友們 經常會問到為什麼像這樣一個明顯的違反證據法則 違反經驗法則的判決在我們的司法系統裡面得不到救濟 這就涉及到台灣司法長期以來非常鞏固的自我保護的文化 司法不應認錯 事實上這個自我保護的文化造就了許多延宕十年二十年的冤錯案 江國情案本身也是一個例子 那麼司法自我保護文化最好的制衡方式就是資訊曝光 不幸的是鄭信哲作為一個社會邊緣人 他得不到媒體的關注 到現在為止媒體在報導這件事情的時候 也都是將判決書上經過編造簡化的事實再簡化 然後加以報導 因此社會上了解這個案子事實的人不多 不過有一群朋友在這幾年以來 不斷地努力整理爬梳這個案件的資訊 並且加以傳播 他們的希望是這個社會能有更多的人知道這個事情 就如江國情案一樣透過社會的力量來制衡這個司法 讓司法去執行它應該有的正當的程序 那麼我們希望接觸到這些資訊的朋友能夠一起來關心這個案子 我們不希望還有下一個江國情案發生